北京一户住处周边架上铁围栏进行封锁隔离 北京东城区草场社区日前出现一名确诊者 住所周边立即采取封锁措施 针对封控区内的民众进行核酸采样 并设置隔离人员专用厕所消毒控管防堵疫情扩散 初步流调结果显示 目前已隐秘传播了一周 感染者人群多样活动范围广 目前已涉及学校旅行团及多个家庭 北京疫情近来有升温迹象 全市16个行政区中有12区出现确诊者 日前已宣布暂停所有体育赛事及体育培训课程 面对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更是不敢大意 因应疫情北京展开全面性的核酸检测 当前只剩下门头沟 怀柔 密云等三个远郊行政区 尚未全员检测 北京官方强调 组织性的做好核酸检测 是为了在第一时间管控风险 必须采取最果断的措施 阻断病毒传播链 中央市记者张淑林 北京报导